这里就说有两个symmetric的distribution 这个字很重要,因为只有symmetric 你才可以去estimate mean 如果是symmetric的话 那 mean 就会在中间这个位 那 mean 就在中间这个位 就是对称軸的位,如果是symmetric 所以很明显,p 的 mean 就会比q 的 mean 至于mode 就是最高点 其实它们的 mean 和mode 甚至median 都是一样 即是对于p 来说 mean,mode,median 都是一样 对于q 来说 mean,mode,median 都是一样 因为刚好最高点就是对称軸的位 所以mode of q 应该比mode of p 变成2就是错 最后三,intercarta range intercarta range 你要想起,其实 怎样可以计到q1和q3 在这种普通的frequency curve 里面 就是你要斬两刀 可以计到这里会形成四个area 其实我斬得不太好 看到这里有1,2,3,4,4个region 你当这里有4个region 你要令到这四个region的area是一样的 斬完之后,这两个位就是q1和q3 对于另一条curve也是这样的 另一条curve,如果我们要斬开它,就类似是这样的 就是q1和q3 之后我要令到这里会密化这四个region 是一样的 1,2,3,4,这四个region 都是大约的,但它也很明显看到 就是这里的范围会较阔过这边的范围 所以q那条curve,intercarta range是大一点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1,3,即是c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